以赛亚书 第六十四章 愿你破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火烧干柴 又如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列国必在你面前发颤 你曾做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 那时你降临 山岭在你面前震动 自古以来 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除你以外 还有神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迎见那欢喜行义 纪念你到的人 看啊 你曾发怒 因我们犯了罪 这景况已久 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都如不洁净的人 所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如叶子渐渐枯干 罪孽像风把我们吹走 无人求告你的名 无人奋力抓住你 你转脸不顾我们 你使我们因罪孽而融化 但耶和华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陶匠 我们都是你亲手所造的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 也不要永远记得罪孽 看啊 求你垂顾我们 因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你的圣城已变为旷野 西安变为旷野 耶路撒冷成为废墟 我们那神圣华美的殿 就是我们祖先赞美你的地方 以被火焚烧 我们所羡慕的美地 尽都荒芜 耶和华 有这些事 你还能忍受吗 你还静默 使我们大受苦难吗